歡迎收看台股龍捲風 獲利向前衝 今天是9月21號 禮拜四 那昨天台子期結算 沙尾盤之後 眾所矚目的半年線 今天硬身跌破 投資朋友的心都碎了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 FED又放音了對不對 奇怪到9月放音 還是會市場上還會反應 接下來行情該如何操作 這個就是今天節目內容 重結囉 於是我們看電腦畫面了 先給你下結論 傻瓜才賣低 依照過去的歷史經驗 我不曉得這次會不會啦 過去我跟投資朋友講 我在Telegram只要跟投資朋友講 傻瓜才賣低 大部分都會接近低點 或是在相對低點的位置去 我待會跟你講 為什麼這個地方先不要傻低 為主因為何 還記得老一輩的 常常老一輩的 在茶餘飯後的時候就跟你講 哇 早知道 過去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去買房子 現在都大賺 燙著賺 問題是 時間還可以回到過去的921大地震嗎 今天好巧不巧 9月21號 指數在做破低 這一次的破低 尤其是跌破半年線 感覺起來會比上一次要來的嚴重 主要的原因 每一次的破半年線 我待會跟你講心裡面怎麼調整 但是這一次會比較不一樣 你看過去喔 這一天是在7月31號 老朋友 老觀眾 你幫學校是做見證 當時我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你要留意AI的延續性 跌到了8月14號 我說傻瓜才賣低 果真反彈到8月24號 8月24號 NVIDIA一次性的公佈力多 我說AI又要震了 果不其然震到現階段 今天AI有部分的個股 出現止跌的一個訊號 我待會跟你分享 那過去你去看喔 為什麼下面不幫你放KD值 不幫你放龍捲風潮凡數 這一波的行情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你過去喔 在回檔修正的時候 我跟你講傻瓜才賣低 他的融資餘額確實有退潮 融資餘額一旦退潮的話 代表他的籌碼跑到大戶身上 他自然而然要拉抬的機會 就會比較大 我講的是機率的問題 結果是果不其然是反彈 但他這一波你去看喔 這一波的指數 連續性的往下回檔修正 融資餘有沒有退 沒有退 這個就是我在Lite 8 跟投資幣有強調叮嚀的 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你要特別留意 換股操作的時機點 那當然啦 指數現階段來講 那順勢的快速的回檔修正 你現階段要做的一個動作 其實很簡單 就是先不要殺敵 反彈 還是要找徐老師 做一個換股操作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 哎呀 這個行情疊成這樣子 怎麼辦啊 你看喔 這是我們的6531的愛譜 是不是細制裁的愛譜 我們昨天啊 因為行情比較差 昨天先賣掉一半 但是喔 你去看 今天行情依然在差 他股價要順勢的往上攻 還是在往上漲 讓我再看喔 今天的3231的偽創有沒有跌 沒有跌 偽創今天沒有跌 當然是有他的消息面的一個架構 如果 今天的偽創就是低點的話 反彈到哪個價位會出現壓力區 我待會再秀一次PPT給你看 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每一集節目你都要看 我過去留的PPT 所有的資料 你就慢慢去對 慢慢去做印證的動作 再來2376的G家 昨天強勢 今天持續的反彈 反彈的過程當中 G家的壓力區在哪裡 無獨有偶的 這些叫AI概念股 是跌深的出現一個反彈嗎 但是你去看瑞頂 整體的線形圖 有遭破壞嗎 大抵出現了 然後你再去看喔 三大法人投信的滿賣超 投信 近期是完全幫許老徐做背書的動作 那你有手上這種股票 你會怕嗎 再來喔 4961的天譽 它是鴻海集團的一個概念股 減資完之後 投信進來大幅的卡位 這個叫面板驅動IC 面板驅動IC整體的產業啊 跟AI產業完全不一樣 AI是極充 它的產業是快速的狂飆猛飆 但是因為股價已經先反應過一波了 所以現在狗魚組的概念是這樣子喔 你現在股價適時的做回檔修整 等待基本面的往上彈升嘛 那基本面什麼時候往上彈升 最快就是9月份的營收啊 9月份的營收什麼時候公布 10月10號之前要公布 配合著祭底 做結帳 以及ETF的換股操作 這個地方的AI概念股 它容易醞釀出相對的一個低點 但是我要跟投資朋友報告的地方是在於 那個是要合理的評估啊 那萬一評估錯的話咧 但是事實上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叫面板驅動IC 確實是從股底翻揚上來的 基本面才剛翻揚上來 股價正在往上走的那一段 那你在看投信的籌碼 你包含細創 也都沒有在做一個鬆動的動作 所以這一類型的個股 反而會比較安全 提供給大家參考 看你是要把風險暴露在 要看你是要把資金 暴露在風險之上呢 還是說你把資金去尋找到 投信現階段還在做賬的一個個股 好 除此之外 今天的行情大跌218點 很多投資朋友心都睡了 但是 我想請投資朋友稍微留意的地方是在於 傻瓜才殺 傻瓜才殺低 為什麼 我以今天的強勢股不是要叫你去追強勢股喔 而是我以今天的強勢股的K線圖讓你看 這個叫熱硬 極短線的部分是不是出現一個強壇 行情在往下跌破 指數在往下跌破 它為什麼可以出現快速的強壇 主要的原因是幹嘛 你自己去看喔 股價是幹嘛 破低 再破低 主底 急功 我要跟投資朋友分享的地方是在於 指數的連番的修正連跌四天 很多的個股在進行破低 不要說個股連加權指數都在破低 但是為什麼這個時間點會最難操作 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人性是這樣子 恐慌的心理 它會讓你做錯方向 迷失方向 講得更白話一點 我可以大可以跟投資朋友講 好 你看6531的艾普持續往上漲 我大可以跟投資朋友講 3450的聯軍CPU的概念股間讓它漲停板 但這些個股你沒有 你不會有感覺 你頂多就少賺而已 但是在股價還要往下修正的過程當中 你會害怕 因為你手上有 你在害怕的過程 你很容易就停損在相對的低點 我要跟投資朋友講的地方是在於 今天已經收完盤了 傻瓜才殺低 我再給你舉例 你看聯軍也是一樣 多狠你知道嗎 你看它這個低點 出來之後 它是怎麼樣出來的這個低點 是跟你跌破這個低點 跌破頸線位置去讓你頭部進行成立之後 才開始慢慢往上拉 在往上拉的過程當中沒有成交量 拉得你不知不覺 也就是說你停損在相對低點的人 你捨不得再追回來 你一旦捨不得再追回來 從40塊錢來到了57塊錢 我今天的主題要跟投資朋友講 收完盤了 你沒有殺低的就不要再殺低了 夠不夠明確 有沒有任何的模擬良特 你要找誰做 你再來看2468的華金也是一樣 今天一根紅棒拉上去 不是請你去追 但是你看回檔修正 它這一波怎麼搞 它先給你破低 它可以往上拉 那你再去想 人性 包含是你 包含是我 有沒有可能停損在低點 萬一停損到低點怎麼辦 與其有可能停損在相對低點 還不如跟著學老師操作 我過去行情在還沒有跌的時 我請你來 我推專案我請你來 我說你一半我一半 因為很多人資金會卡到 我們這樣講 今天也來到禮拜四了 我先跟你預告 專案到這個禮拜天結束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你等反彈再賣吧 講得很清楚了喔 你不要再來問喔 不是不要再來問 真的不懂再來問 還是要問 取而代之的 漲多了開始做一個補跌 每一次的行情你去看 每一次都這樣搞 就像之前的iPhone一樣 先跟你推出來跟你講說賣得不好 然後後來又賣得很好 然後中國一下要進一下不要進 他都這樣跟你搞 每次行情也是這樣喔 當落後補跌的個股出現之後 就漲很多不太跌不太跌的 補跌了 往往都是相對低點的時候 你把這句話記起來 你看這個說天 明明就很強啊 很多人喜歡跟你講說太弱換強對不對 要把弱勢股換成強勢股 你這次換到強勢股去啊 他剛好變成落後補跌 那不是兩兵都扒耳光 扒掉頭會昏喔 起跡也是一樣 開始落後補跌 力旺 落後補跌 致意 落後補跌 很多喔 郁泰 家澤 就連3044的見頂啊 投現他積極在作帳 今天也莫名其妙 旺下直接灌下來 連續兩根的黑K 而你看我節目都知道 老觀眾幫學老師做見證 我們見頂從120做到200 120到200 這一波再上來到最高到217 也不關我們的事情 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後面的留給比我們更幸福 更有福氣的人去賺嘛 而我在這個地方 你自己再去看 我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815的脖子 脖子間一樣往下跌 但是跌幅就沒有3044的見頂 要來那麼深嗎 包含 像627的台藥 我們還持續在追蹤啊 一個波段 像短線上來講 他這個地方 跟所有的AI都一樣 在高檔進行一個震盪整理 所以你股票你要知道它都脈絡可循 不要傻乎乎都賣在低點 好接下來 今天指數出現一個壓回修正 不外乎就是FED 鷹派升息之外呢 台幣又在給你持續貶值 台幣啊你到底要貶到什麼時候啊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昨天是鷹派嘛 昨天是鷹派的 昨天是鷹派的不升不降喔 但是今年年底有可能再升一次 以及明年原本市場是預估要降四嘛 但是現在可能變成降兩嘛 降兩次而已 所以造就 美元指數再過高嘛 那美元指數過高 當然台幣它就在扁 那台幣扁的話 外資系統就是想要賣嘛 那想要賣自然而然指數又打下來 好但是你去觀察幾個重點喔 今天的技嘉為什麼會往上反彈 除了有題材之外 你去看喔 我再講一次我講慢一點 加權指數一直往下跌 是因為外資系統 藉由台幣扁值一直在賣嗎 沒有錯嗎 但是你看什麼 你看你看技嘉 整體的外資它是站在賣方 但是它卻買技嘉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喔 它卻買誰 它卻買微影 它卻買誰 它卻買3324的雙紅 它卻買誰 它卻買2368的金像電 它卻買誰 它卻買2301的光寶科 它卻買誰 它卻買3017的奇紅 所謂何事 很有趣對不對 你看我的節目就是那麼有趣 因為你要一直不斷的 督促自己去做功課 你才會發現到 原來世界是這麼樣不一樣 並不是像你想像中的那些 哇 大家都說看不好了 大家看行情疊了 行情不好 行情疊是可以藉由龍捲風操盤術 看得出來 但是當我在跟你講 我要推專案的那一剎那 我甚至跟投資朋友講 你一半我一半 要換股操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來找徐老師 現階段 專案到這個禮拜天截止 來到了今天禮拜四 行情破了半年限 融資餘額大死不退 的同時 我要安撫你 我要跟你講說 談起來再賣吧 不要又瞎忙 我昨天light 8才講 道琼日KD死亡交叉 本來就是要跌 納斯達克日KD死亡交叉 本來就是要跌 非成半導體日KD死亡交叉 本來就是要跌 但是 今天是第一天起跌點嗎 已經不是囉 不是的情況下 我們藉由非成半導體跟你講觀念 這一天要賣 這一天也可以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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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也可以換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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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天 不要再亂賣了 也不用換更正 不是不用換股 我是彈上來再找徐老師換股的 每一次的操作邏輯 策略會不一樣 你如果每一次的策略都一樣 大跌大買 小跌小買 彈上去不賣 那你怎麼來回做價差 你怎麼把獲利放口袋 同樣道理 行情跌到這個地方 跌破所有人的眼鏡 閃戶頭這邊有不知所措的同時 我說你不要再殺敵了 希望可以幫得到你的忙 我的頻道你要不要訂閱起來 因為我知道東升財經台是專業的頻道 很多很多專業的分析師 他會跟你講很多很多逆勢突圍的概念股 很多很多的漲停板 讓你蠢蠢欲動 一直想要去換股操作 但是不是這個時機 這個時機點不是要讓你隨便亂換股的 你的股票現在指數跌下來了 你現在停損賣掉 除非你有比你賣掉股票更理想的 個股可以做投資 如果找不到的話 將來股票同步的往上反彈 你何以見得 你現在賣掉股票反彈的幅度 會比你現在買的反彈的幅度要來的少 你才要換嗎 那萬一你換又換錯 你換到這個股票剛好落後補跌 我剛才跟你舉例過了 你自己的股票開始反彈了 哇 那怎麼辦 所以每次的策略又不一樣 你在指數相對高點的時候 你可以做換股的動作 你現在指數在相對低點 萬一他就是下一個階段 他就是要漲跌升反彈的股票的話 你反而換到強勢股去 又落後補跌 那個就會變兩邊巴爾黃 那個就會比較更痛苦喔 所以我YouTube頻道你要訂閱起來 我每天跟你追蹤 因為行情一直在變 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準 下一個主流是跌升反彈的比較強 還是強者很強 但是我們就鎖定 好的股票 我待會跟你講 好 Telegram要訂閱起來喔 Lite也要有 Lite和Telegram是文字上面的說明 盤中即時的 所以當時我跟投資朋友講 傻瓜財賣低是在多少 16398 果不其然真的反彈了 我今天Telegram一樣寫傻瓜財賣低 我常常跟你們分享 找到問題解決問題 接下來就會比較好操作 現階段的問題就是在於 美元強台幣弱 所以外資系統站在賣方 指數連番的破低 散戶打死不對 融資餘額一直在增加 是籌碼面的一個因素 籌碼面的因素好不好解決 非常好解決 只要有人為點火 你自己去看行情在旺下跌的過程當中 成交有沒有放大 沒有 其實賣壓不大 只是不願意 沒有人願意去做進場點火的動作 為什麼沒有 我講過啦 你9月份拉台的話 你如果9月份拉 10月份拉 11月份拉 剛好連漲三個月之後 12月份 閃戶投資朋友全部都賺錢了 下車了 你怎麼選舉 所以有策略 你要知道大佬們在想什麼 所謂的破局 簡單來說就是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我帶你解決 8月24號 NVIDIA業力多一次性的釋放 我跟你講要留意調整訊息 我請你們要賣 行情跌下來了 我跟你講 將來它還會再漲上去 如果在50軸這附近 今天又跌下來 再往上拉的話 這個高點還會過 那我們就慢慢觀察下去 昨天碰到FED鷹派 鷹派信號打下來 我也跟你講過啦 石油高漲啊 你石油高漲 你要怎麼樣 去做降息的動作啦 你通過膨脹就還沒有解決啊 所以早上9月21號 早上我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我跟我的會員講什麼 會去拉 尾影 尾創技嘉廣達 當時殺了204點 等一下 等一下 留意它會不會跑到散熱 今天33242雙會不會往上拉 緊接著是記憶體 你看6531的暗譜 你看3260的微剛有沒有跌 面板驅動IC天域瑞頂細創 這表現相對的抗跌 又命中啦 但是我不會因此歌功頌德 因為很多的AI概念股 還在套牢當中 那怎麼樣解套 我不會像一般人厚顏無恥講說 哇現在行情大跌 我AI我全面大賺 有套的 有賺的 但是要怎麼解決 怎麼解決它才是重點 緊接著收完盤 南科有沒有漲 有喔 流火種了 記憶體 臉有沒有漲 有喔 面板驅動IC流火種 廣達技家偽創流火種了 雙紅流火種了 CPU的聯軍 訊星流火種了 當有流火種的情況下 代表它就是有機會進行點火嘛 中秋佳姐姐把他烤肉 要點那個火種 有那個火種 你點火比較快 減指數大跌 它不是全面性的往下跌 而是它留有火種 而這個火種可不可以點燃起來 要看美股怎麼了 台股它才會比較有機會 國家隊還不傻乎乎的 你外資一直在賣 我現在跳進來買 但是我備妥10901 退伏基金 然後跟你講機率 你就等著看啊 專案你要來 禮拜天就截止 1加1 一半的會費 會錢給你拉一倍 一半又一倍 一半又一倍 好好自己把握 只有到禮拜天喔 然後你在看通膨 我講過 房貸利率上去了 房價掉下來 可惜油價上去 所以FED它很尷尬 它這個月不升 但是不排除 年底還要再升一次 就講得比較模擬兩可 但是你要去留意喔 拜登重啟多邊主義 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訊號 宏基的AI筆定要出來了 所以當AI開始擴充到消費型的市場的時候 整體的營收和基本面會出現大爆發 於是AI創造8兆美元的矽經濟 但是即便是如此 它中間還會是有些波折 就像iPhone一樣 就像中東事件一樣 你永遠搞不清楚 這個消息到底是如何解讀 怎麼可能 揮達最強晶片傳微軟砍單 我昨天都跟投資朋友講 即便是真的被微軟砍單的話 你其他馬上地補上來 我後來要跟投資朋友講 講什麼 NB產業鏈要換機的一個商機 Thunderboard 美國在邀台積電射先進封裝 揮達今年H100出貨55萬顆 營收到250億 我來跟你講揮達上一季 大概出了30萬顆 接下來還是會一樣多 你就慢慢等著看 你看將來可能許老師又會對了 華為突破美晶片出口管制 不僅僅是如此喔 監控攝影的 之前不是講海獅嗎 會有轉單效應 現在中國大陸它也突破上來了 所以你自己要去留意 之前的安控概念股 已經跌一波了 之前因為中美貿易戰嘛 台灣搶得這個商機 所以譬如說像金瑞曾經大漲一波 現在中國它也有辦法突破重圍了 那怎麼辦 技嘉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 沒有時間講 你自己把截圖截下來 好不好 那如果是到340塊錢的話 今天往上漲 連漲兩天喔 270 270到330 還有70塊錢的價差 那會不會到 緊接著 李昂和瑞瑩 調升AI概念股的目標價 你再自己去看 它為什麼調升 它的看法是如何 你把它截圖截下來 所以我講我的頻道 你要把它訂閱起來 我資料真的準備得太豐富 根本就來不及 講不完啊 但是重點會幫你整理出來 如果是說以今天的收盤價 921大地震的收盤價 去回歸目標價 假設目標價會來的話 或者是目標價打8折的話 你現在有多少的價差可以算 我這個是沒有打8折的 就是潛在漲幅 你自己去看 誰 誰 誰啊 誰 價差會比較大 誰啊 半導體復甦 全球產值會往10年 不僅僅是AI喔 包含是中國大陸喔 美國喔 台灣喔 行情跌 我知道大家心情不好受 但是需要很悲觀嗎 我說過有任何股票都會漲 只待它背後故事解號 為什麼intel壓寶玻璃機板 為什麼他9月19號要放這個利多 扯了吧 我們7月8號就跟你講見頂了 7月20號節目上 直接公開 當時從120 然後到200塊 你自己看嘛 是不是到200 你自己看 然後你自己看 緊接著8155的博制 你就要留意了 投信買到這個地方 投信在這邊啊 低點會在這邊 現在又投信又進來了 今天要觀察要籌碼 因為今天大盤跌 投信不知道會到貨 假設沒有到貨的話 有沒有機會 高盛調台積電 明年資本支出 這個我也跟投資朋友分享了 我們就跳過去了 現階段其實是行情多空雜成 很多人他開始在寫鬼故事 而寫鬼故事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徐老師是寫多的故事 寫不贏他 行情他在震盪 不過沒有關係 9月份他本來就要震 你就先讓他震吧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的事情 真的喔 徐老師已經盡力了 當然台積電跌到這個地方 還要再去殺低嗎 你就看四星嘛 他公佈第三季不好 連續往上漲 現在四星開始在進行補跌 但是你不要怕 成長潛力是巨大 拉回修正 你喜歡做四星的人 你來找徐老師 好不好 因為Intel已重ASIC 中間來講的話 哇 又是一大堆的題材 又是一堆的個股 你再自己去看 Tesla的Dojo 跟AI也會有關 跟ASIC也會有關 那相關概念股有誰 該怎麼做 所以你看智原喔 投信買到一個地方 他今天下面這個缺口被回補掉 上面這個缺口也補掉 下面這個缺口也補掉了 回撤這個大量區 回撤就是要買 而不是要賣 COAS的心雲 準備要回撤到平台震盪整理區了 正面一戰 行情旺下敵 我知道大家心裡不好受 但是你個股 很多好的股票 你不要賣它相對低點 你可以打下來之後 彈上來你要賣 學老師帶你賣 你彈上來你要換股 學老師帶你換股 這個階段傻瓜才傻低 即便是明天還有低點 因為今天家居指數並沒有出現下影線喔 明天可能還會進行回撤 明天就收週限 禮拜六要上班 稍微冷一下子 學老師陪大家 共渡難關 就像你看之前的東洋 我們也會做啊 TVC 上去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的振興 你要稍微去留意了 好不好 那當然華為 中國大陸的部分 包含手機的部分也好 中美貿易戰 中美晶片戰 中美的手機大戰 它會持續下去 但是你去看CPO 它就是未來的趨勢 我也跟你分享過了 這台要拉上去了 波羅威上全 台新科 今天拉到領軍 好不好 那這個當然AI的概念股 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了 偽創大量區在這裡 你自己稍微看一下 偽影大量區 大量區在這裡 你自己稍微看一下 你沒有看到的人 你看我前幾集的節目 我都有講 廣達的大量區 所以AI它集結之後 它會進行反彈 但是反彈到大量區 它不會過 第一次它不會過 技嘉也是一樣 大量區先跟投資朋友講 好不好 那當然接下來講的話 因為資料真的準備太多了 我要跟投資朋友講的地方是在於 大部分的個股 你反彈 你再賣 短線上來講的話 你不用去賣低 面板的驅動IC也好 徐老師持續看好 包含像手機的產業 委權店 徐老師也持續看好 那現階段的一個格局來講 包含穩貌 PA功率放大器 全新 甚至於像記憶體的部分 你要來回做價差 我帶你做 那當然不會操作的人 現階段的一個行情是這樣子 股票來講 反彈這時候再出 然後把股票交給徐老師 1加1的專案 有需要的人好好把握 或是在頻道的下方 填寫連結表單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見囉 掰掰 想跟著徐趙鑫老師 一起獲利嗎 立即掃描螢幕條碼 加入官方社群 LINE搜尋小老鼠 iStar168 最新標普資訊 盤中解析 天天免費看到寶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 之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